把一个父母用爱宠大的人逼出恐慌症 K-POP队长到底是一份多可怕的极限职业啊 Seventeen队长崔胜车 在家里是父母当成女儿宠大的小儿子 上初中了都还是要整着爸爸手臂睡觉的撒娇专业户 但在组合里 他不仅是大哥 还是带领成员的总管队长 韩国娱乐公司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不管组合出了什么负面消息 第一步就是要先把队长叫去骂一顿 再进一步追责 也就是说 成为队长就注定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而崔胜车偏偏又是极恶如仇的性格 早年Seventeen在中国不算火 但在韩国一直都是演唱会门票秒空的大事男团 初到第三年 他们就成为养货全公司的存在 只不过被养货的公司却只觉得得到的还太少 一般娱乐公司会有自己单独的宣传账号 也会给旗下的艺人组合开设独立油管账号 批示艺人少 公司号无人问津 于是老板韩成珠就盯上了300多万粉的Seventeen官号 2018年底 韩成珠突然出现在了成员和粉丝交流的关卡 他先是说会把粉丝举报的私生拉黑 也惩罚了公司里擅自泄露成员形成的职员 交代完公司本就该做的事情后 他就暴露了自己狼子野心 他要把公司号和Seventeen号合并 以便扩大公司的影响力 能在油管吸粉300万可不简单 韩成珠一句话就让Seventeen三年白干 粉丝自然不会答应 于是大家就开始去公司楼下静坐示威 一开始公司不仅直接无视粉丝诉求 还禁止成员发表任何言论 是队长崔胜车顶着压力在关卡发声 你们真的很棒 加油 也正是因为这次的发声 抵制态度坚定的克拉最终让韩成珠放弃了合并 可崔胜车自己却因此被公司取消了所有个人行程 这就是铁板钉钉的职场霸凌吧 后来崔胜车患上恐慌症 不得不并修大半年 其实一直都有既可学 看完朴灿烈来澳门参加音乐节 只想说到底是奔着赚熊猫妹的软妹币 还是真心回馈见面困难的中国粉丝 区别真的很明显 打招呼的时候 他全程能用中文和粉丝互动 表演的歌曲也专门请国内的填词人写了中文歌词 尽管知道可能表演中文版的机会不多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出了中文版的单曲 在澳门见中国粉丝之前 才做了新造型的他又去折腾了一把 只为用最好的状态来回备粉丝的支持 而他对中粉好 尊重中国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当出道的时候 因为浓眉大眼被人误认为是中国成员 他的第一反应是开心 在新闻上看到中国发生了事故 身为外国人的他都会发生祈祷 希望不要有人受伤 早年他来那一拍电影的时候 即便剧组要他说自己的母语 反正后期能配音 但那个时候中文还没有很好的朴灿烈 坚持自己被中文台词 拒绝配音坚持用原声 和EXO其他成员一起来上海演出 主办方和他们公司团队闹得不愉快 打算直接撂挑子走人 让粉丝大眼瞪小眼 是朴灿烈坚决的留在舞台上 比了一个差的手势 直到表演全部结束之后才离开 因为他不想让等了好久的粉丝失望 后来特殊情况没办法来那一发展了 他也没有停止学习中文 和同样学了中文的世纪一起直播 哥俩甚至还能用中文吵架 看到主办方派去了中文翻译 朴灿烈甚至还要装生气的说自己用不上 平时在社交平台跟粉丝互动 他甚至还会用中文回复中国粉丝的评论 这才是床中该有的态度啊 有的人表面被喷是公司背着未资源的大皇族 实际上在集体宿舍甚至都不平用有自己的卧室 房间放不下床 好小众的文字啊 这个没有自己卧室 只能隔断客厅当房间的大圆种 是安黑派的成员朴成迅 这个最初是一名职业花华运动员 主攻南丹项目 并且竞赛成绩非常好 巅峰时期还拿过全国冠军 可惜青春期的朴成迅个子越窜越高 直接窜过了一米八 而个子太高对南丹花华运动员可不是什么好事 他只能放弃练了十几年的花华 年纪轻轻就被迫退役的他因为热爱舞蹈 所以选择了当练习生 为出道当唱跳爱豆做准备 在等级分明的韩国 竞赛成绩优异的运动员的地位 跟男团成员完全没可比性 要不是真的热爱 他又怎么会顶着被父母强烈反对的压力 下凡当爱豆 可惜当初公司用花言巧语说服他加入 但真等朴成迅出道了 公司早就忘了当初的承诺 朴成迅能去打歌节目当主持 是他自己投简历应聘上的 而他的目的还是为了扩大组合知名度 二阳的时候公司管都懒得管 直接拉上他就出去跑行程 有次他甚至还在机场累得晕倒了 只是公司因为经营失误负债累累 为了还钱他们可不管这么多 演唱会赚得最多 所以朴成迅叫跟队友不停开巡演 刚巡完第一轮 第二轮又紧随其后 在一般人眼中 长途航班都是折磨 但对朴成迅而言 长途航班却成了享受 平时宣传的时候 倒是张嘴闭嘴 都是NHPAN专辑销量破百万 是当红的百万男团 但却连一间合适的宿舍都不足 让朴成迅这个摇钱术 最隔断可停 公司未免也太奇葩了